柯南德在隔板上打字 不少记者只能挤在走道 这是魁威四年博敖亚洲论坛 重返全线下登场 是中国大陆两会后第一场主场外交 每个入口严密安检 因为来自五数个国家 两千多名政要跟企业领袖参加 台湾方面不再是孝万长率队 该由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 沾火生率团 但参与的企业加速不比往年 而在州市登场的开幕式 新加坡和马什雅的首相总理都将出席 当中李小龙发表谈话之外 东道主中国大陆的总理李强 会发表主旨演说 也备受外商关注 张扬真正的多边主义 因为有很多人说 要提倡多边主义 都有不同的解释 我们提倡真正的多边主义 就是联合国宪章 终止 布奥迪场的记者会上 东道主重大物暗奉美国 不止在区域局势 还提到刚破产的细股银行 一些大国的银行 已经倒闭了 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很担心 有人嘴不说 心里头有一种恐惧 担心2008年的内秉金融危机 再次席卷全球 而今年的主题是 这个团结合作 引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 不难看出是中国想 就这个组成外交 来挑战美欧主导的 国际治理架构 以上TVBS朱光宏 陈永文在海南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